亲爱的弟兄和自爱的朋友们, 能和你们共聚一堂,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与喜乐。 我要赞许带着儿子和孙子前来的父亲和祖父们。 我要恭贺今天选择来参加大会的男青年们。 这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希望你们能感受到那时我们合一的弟兄情谊。 我也祈求你们能在弟兄们当中找到归属感、支持和友谊。 我们男人有时会以头衔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很多人具有多重头衔, 每个头衔都显示出我们的身份在某方面的重要性。 举例来说, 有些头衔说明了我们在家庭里的角色, 例如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 其他头衔说明了我们在世上的职业, 例如医师、军人或工匠。 还有些头衔则说明了我们在教会的职位。 今天我要提出四个头衔, 我相信这些头衔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的圣职持有人。 这些头衔可帮助我们明白自己在神永恒计划中的角色, 以及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 圣职持有人所具有的潜力。 有一项头衔为我们大家的身份做了最根本的定义, 那就是天父的儿子。 不论我们在生活中的其他身份或工作是什么, 我们绝不能忘记自己确实是神的灵体儿女。 我们来到这世界以前是祂的儿女, 而且永远远远都是。 这项基本真理会改变我们对自己, 对兄弟姐妹和对人生的看法。 不幸的, 我们没有人真的完全达到这项头衔所代表的标准,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有时候, 我们虽然明白身为神的儿子所代表的意义, 但是却仍有亏缺, 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气馁。 撒旦喜欢利用这种感觉, 他希望你用自己的罪来定义自己, 而不是用你的神圣潜能。 不要听信他的话。 弟兄们, 我们都看过幼儿学走路, 孩子在走了一小步之后会摇晃不稳, 然后跌倒。 我们会责骂他所做的努力吗? 当然不会。 有哪个父亲会因为幼儿跌倒而处罚他呢? 我们会鼓励,鼓掌,赞美, 因为每跨出一小步, 这孩子就会变得更像他父母一样。 弟兄们, 与完美的神相比, 我们凡人就像是行动笨拙, 摇摇晃晃的幼儿一样。 但是, 慈爱的天父希望我们变得更像他。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也应该以此作为永恒的目标。 神了解我们无法一触可击地就达到那种境界, 而是要一次一步地往前迈进。 我不相信神设立规则和诫命, 是要等着我们失败, 好让他可以惩罚我们。 我相信天父是慈爱和充满关怀的。 只要我们力求进步, 使自己变得更像他, 他会为我们所做的每个努力感到快乐。 即使我们跌倒, 他也会鼓励我们不要灰心, 绝不要放弃或逃避指派给我们的服务职责, 反而要鼓起勇气, 培养信心, 继续努力。 天父是他儿女的良师, 他经常提供肉眼所看不见的天上协助, 去帮助那些渴望跟从救主的人。 这就引到下一个头衔, 我们都有这项头衔, 所有真诚努力跟从基督的人都称为他的门徒。 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不拿这个做借口来降低自我期许, 使自己的生活配不上所蒙德的特权, 拖延悔改的日子, 或是拒绝让自己在跟随夫子方面变得更好, 更完美, 更喜恋。 要记住,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不是为了完美无瑕, 或不受尘世诱惑影响的男女而建立的, 相反的, 这教会是为了像你我这样的人而建立的, 它是建立在我们的救赎主, 主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 经由他的赎罪, 我们能获得洁净, 成为神家里的人。 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赎罪, 人生就像是毫无希望或未来的死胡同, 有了赎罪, 人生就是一段提升世人, 激励人心的成长旅程, 引导我们获得永生, 回到天父面前。 然而, 赎罪虽然是要帮助我们变得更像基督, 却不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完全一样。 有时候, 我们会把性格上的差异误认为是罪, 我们甚至误以为与我们不同的人一定不蒙神喜悦。 有些人受到这种思维的误导, 因而相信教会要把每个人都塑造成同一个模样, 也就是所有成员都应该在外表感受、 想法和行为上彼此相像。 这违反了神的智慧, 神在创造人时, 让每个男人与自己的弟兄不同, 每个儿子与自己的父亲不同, 甚至同软, 双胞胎在个性和灵性身份上也会有所不同。 这也与耶稣基督教会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 本教会承认并护卫神每位子女的道德选择权, 以及随之而来影响深远的一切后果。 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都因复兴福音的见证和承诺遵守神的诫命而凝聚在一起, 但是我们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喜好则各有不同。 只要我们善用这种多元性并鼓励彼此培养和运用才能 去提升和巩固门徒同胞, 教会就会茁壮兴盛。 弟兄们, 门徒身份是一趟终生跟从救主的旅程。 我们的一生, 犹如从伯利恒到各个他, 一路上有很多机会可以放弃旅程。 有时候为了这旅程, 我们似乎比原先预期的还要付出更多。 但是我们是弟兄, 圣侄弟兄, 即使我们的十字架似乎沉重的难以背负, 我们仍必须鼓起勇气来跟从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在跟随神指的过程中, 每走一步都受到提醒, 我们还未达到完全。 然而, 让我们做个坚定不渝的门徒, 让我们坚持下去, 让我们忠于圣约, 让我们踏着不完美的脚步, 一步一步朝着他前进时, 绝不要让我们的眼光偏离我们的宗宝和救赎主。 弟兄们, 我们若真正跟从主耶稣基督, 就必须全心接受这第三项头衔, 也就是医治灵魂的人。 我们以蒙暗立神的圣职, 我们蒙召唤要安慰人痛苦。 我们的职责是要建立修护、 巩固、提升和医治。 我们蒙德的指派任务是要效法救主的榜样, 伸出援手去关怀受苦的人。 我们要与哀者同哀, 安慰需要安慰的人。 我们要为受创伤的人裹伤。 我们要援助软弱的人, 扶起垂下的手, 坚固无力的息。 我们担任家庭教导教师的人是医治者。 我们担任圣职领袖的人是医治者。 我们做父亲、儿子、兄弟、丈夫的人 都应当是忠诚、全心奉献的医治者。 我们一只手拿着圣化高油瓶祝福病人。 另一只手带着面包让饥饿者得饱足。 我们心中怀着神令人平安的话语。 这话语能治愈心灵创伤。 这是我们圣职持有人的首要职责。 对于亚伦圣职和迈迹的圣职持有人皆是如此。 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不仅在我们相信时能造福生命, 在我们实践时更是如此。 实践福音原则能使个人获得提升, 家庭得到巩固。 这是我们的特权和责任, 不能光说不练, 而是要身体力行。 救主是行奇迹的人, 祂也是伟大的医治者。 祂是我们的典范, 我们的光, 即使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亦然, 祂向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 让我们跟从祂, 让我们奋起履行自己的职责, 并借着为神和同胞服务而成为医治者。 我们大家都有的第四个头衔, 引我们回到上述所列的第一项头衔。 身为天父的儿子, 我们都是继承人, 能继承祂所拥有的一切。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世, 既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祂一同受苦, 也必和祂一同得荣耀。 亲爱的弟兄们, 想一想这一点, 我们与基督同做后世。 所以, 我们有许多人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 心思, 资源和精力去追求地位, 财富, 或享受最新最酷的电子产品, 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主把这项神圣应许放在我们面前。 祂说, 凡忠信而得到我所说的这两种圣职, 又光大他们召唤的, 就是接受我。 主说, 凡接受我的, 就是接受我付, 因此我付所有的都将给他。 这确实超乎我所能理解的, 我无法想象这项应许所涵盖的一切, 但我知道那是浩瀚, 神圣而永恒的, 值得我们在今生付出一切努力。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怎能不乐意满怀喜悦力, 积极为主和同胞服务, 克尽在神的圣职中所肩负的责任呢? 这是极为崇高的工作, 我们会在各方面遭遇挑战, 考验我们的各种能力。 我们是否渴望看到诸天开启, 亲身体验圣灵的提示, 向我们指明道路, 那么就让我们拿起镰刀, 俯身投入这项伟大的事工, 超乎个人的伟业。 为神和同胞服务会为我们带来挑战, 使我们经历脱胎换骨的改变, 达到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境界。 或许你可能认为没有人需要你, 觉得被忽略或没有用, 认为自己为不足道。 如果任何圣职慈友人有这种感觉, 我忠心感到遗憾。 天父当然不会忽略你, 或认为你没有用。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各位, 教会需要你。 你难道不知道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也许我们真的是软弱的, 也许我们不是那么有智慧或强壮, 但是当神透过我们工作时, 没有人或事物能抵挡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你。 你可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而神会强而有力地扩大你的贡献。 你能贡献的能力并不仅于教会中的召唤, 你有无数的机会可以服务。 如果你目前在场外等待尚未参与神的事工, 我鼓励你要尽常参与, 不要等到获得某项特别的召唤, 才全心全力参与建立神的国度。 身为圣旨持友人, 你早已蒙召唤参与这事工, 要每天研读神的话语, 每天向天父祈祷, 将父亲福音的原则内化为品格的一部分, 向神表达感激, 并且祈求祂的指引。 然后要实践所学, 先从家中做起, 并应用在生活中所面临的一切状况。 在主这位伟大作曲家的交响乐中, 你有自己的部分要演奏。 如果你不演奏, 很确定的是, 交响乐仍会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 如果你振奋精神和大家一起演出, 让神的力量透过你做工, 你会看到天上的窗户敞开, 祂会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要努力发挥你身为儿子的真正潜力, 那么你就会在家人、家庭、社区、国家和世界上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 在这过程中, 你会因为人服务而上吊自己的生命时, 你会成长茁壮直到你满有基督长成的生良, 然后你就会准备好与基督一同继承天父所拥有的一切。 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是重要的。 我们爱你, 我们需要你。 这事工是真实的。 你们特权所持有的圣旨确实是来自神的。 我祈求在你尘师配衬的圣旨持有人所拥有的许多头衔时, 会发觉有一股神圣的力量在支持你, 不断提升你, 使你能获得天父为你预备的伟大继承产业。 我把这项祝福和我的见证留给各位。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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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